我看了都很开心耶 它的颜色 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慧 今天讲话的声音可能会有一点点差 因为我现在在感冒着 因为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开箱 在这里 其实我已经是开箱了 然后就以为我已经各开了 可是里面的东西我是还没有用过 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开箱 然后这个是我从Colorpop买来的东西 然后这一个包裹是我等了 应该是差不多三个星期才收到 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所以它开起来了 它是这样子 我先拿第一个吧 其实我看过很多review都讲 这个东西很不好 就它是 super short shadow 假如是 super short的 shadow 就会比较容易碎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打开来看它 有没有碎吧 其实我从这样子包装 外面我已经看到它有一点点碎了 所以我们不用紧这样打开吧 它是这样子的 哦真的碎掉了 oh my god 真的碎到很惨 我刚刚觉得还好 可是我不知道我拿给你们看会不会打烦 oh my god 你们看得到吗 够地碎咯 啊算了 反正这个是free的 然后它碎掉了就算了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吧 不论我是觉得蛮上色的啦 它的手感是 哦很美 我觉得这个当眼睛会很好看 它是有一点亮亮的感觉 可是它又不会很明显的颜色 这颜色很好看耶 我喜欢这个 只是它真的是碎到太惨了 啊我还没有讲它的那种触感是 好像一个软软的布 我不懂怎样讲 就 很奇妙诶 它的手感 可是颜色是很好看的 它其实它的眼影的分量我觉得还好 不会很多诶 你看它的瓶子这样大个 这样厚 然后它的眼影盘 才四分一吧 应该是超过四分一的分量吧 接下来是这个 没有错的话好像是腮红来的 对下一种 Oh my god 我又看到有一个裂掉 哦 这一个裂掉了 哦对 你看又是SuperShop的 那一个系列 真的是只要是SuperShop的Shadow 就会裂掉诶 看这个也裂了 没关系我们先打开看吧 这个裂掉比刚刚的 没有这样严重 所以还好 这个手感真的 要讲讲讲 一点软软的 然后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好像cream这样子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 哦这个的触感也是一样 还是 我觉得它比较像cream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蛮不错的 有一点干燥玫瑰色 我不能这样讲起来颜色我就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算不要拿来当腮红 或者眼影也是蛮OK的这个颜色 所以我现在就来戴在我的脸上把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在脸上面过后 感觉有一点像淡淡的血色这样子 就给你好像腮红从里面上把出来的那种 觉得不错诶这个 所以接下来我就拿这样子的锁纸来装这个 我想要来try一下打量 可是我不知道用锁纸上得到吗 所以我就打到它 哦 有有有有 可是我觉得用锁纸好像真的有一点 很难诶 我还是try用手指 然后直接 哦你们看到吗 超级亮 闪闪发亮诶 你们看得到吗 真的是超级闪的 好接下来就拿到这个 这个应该是口红来的 我买的口红是它是这样子一set有三支 然后我觉得它的包装都是我觉得蛮好看的耶 就你看它这个是刚刚那个腮红的套装的包装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这个包装 是 然后现在这个是口红的包装 它前面就有印有它的logo 然后后面就写里面有什么颜色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去try里面的吧 所以我先try这个Ultra Matte Lip Love吧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喜欢是美正白的或中品 那些盒子你们都会不舍得丢 我是这样子的人耶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个颜色 这个是第二个颜色叫Calypso 第二个颜色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叫Mama 全部颜色都在这里啦 所以我这一次可能就选这个颜色吧 我觉得三个颜色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颜色 这个就是这个颜色 它是雾面的口红的 可是我觉得它上在嘴巴上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所以 嗯 上了这个过后我突然间想要上其他的耶 还是不要我们节省时间 不然这个影片很长 然后剩下的东西如果没有用到的话 我就会try下一次做可能一个 妆容分享 哦 我遗漏了这个东西 这是唇线笔 然后 这个色号叫BFF 这个也是那种雾面的口 唇线笔 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是 可以跟我现在用着的一起搭吧 就你在上唇膏之前先画一层在外面 可以接下来 这是眼线 不是眼线 哈哈哈 这个是颜影笔 我买了这两个眼影盘 其实选它眼影盘我真的选了很久耶 它太多眼影盘我都很想要 然后而且价钱又 算是蛮便宜 它里面有12个颜色 然后它才USD 这个没有错 或比较便宜 这USD 16 还是16吧 没有错的话 然后这个会比较贵一点 因为它里面有附近纸 所以它这个也是一样12个颜色 然后是USD 18 所以我们就先用这个 这个其实是蛮多人推荐的耶 这个我看到很多Youtuber都介绍这个 我真的觉得它包装是很吸引我的 然后 看 很好看耶 它包装 它有一个磁铁这样子吸着 太好 我里面的颜色没有碎掉 我看了都很开心耶 它的颜色 哈哈哈 上完全部颜色就有一点太多 我们就选三个我最喜欢 我最想要try的颜色 这个 它上一点点颜色其实就很很重了耶 然后还有这个 最后一个 就拿这个吧 这是画一次个齁 你们看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耶 所以试完这个眼影盘里面上一个颜色过后 我们就接下去另外一盘吧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 哦 这个摸起来的质感很不一样耶 这个就普通纸张的感觉 然后这个它包装 很像 哦 我觉得这样行啦 你们知道手机壳有磨砂手细壳吗 这个就很像磨砂手机壳的感觉 它有一点 磨砂的感觉 然后它里面有镜子 你们看得到你有自己吗 所以我撕掉了那一层 所以一样这个眼影盘我也会选三个颜色 自己最想try的三个颜色 这一个 这一个 它有一点会落粉的感觉 现在已经 有一点跑出来弄到我的眼影盘了 然后最后一个颜色就try第一个吧 然后try在这里 三个颜色 很好看耶 所以所以大概test完这两个眼影盘过后 决定要用这个眼影盘 来完成我今天的妆容 所以我决定先用一层雾面的颜色吧 用这个颜色 它是那种单单的粉色 干燥玫瑰色 它颜色不会到很 上在眼皮过后我觉得 颜色不会到一伤就是很夸张的那一种 很棕的颜色 我觉得很适合我平时比较自然一点 不要到太浓的妆容 哦我觉得只要上这个颜色就很好看了耶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可是我真的我自己从镜子里面看 我觉得颜色很好看耶 然后如果是我平时想要自然一点的话 我就可能觉得我只要自一点颜色我就可以出来了 可是今天想要try多一点颜色 所以我就try一个吧 这个放在眼尾 这个就比较鲜色 颜色很好看耶 这个上了后我就会拿一支干净的锁子 try用里面一个颜色来综合吧 就try这个 然后来晕染它们 哦 原来这个是这样深的颜色 错误决定 小心 补救补救 原本今天要淡妆了 因为上错颜色 所以整个变浓妆了 我觉得我还可以上最后一个颜色 我刚才try了这个颜色再收嘛 所以我现在try这个颜色 把它叠在中间 比较有冰冰的感觉 所以今天的妆容就完成啦 可是我刚才发现啊 它这个眼影盘是比较粉的 然后它是很容易掉粉 就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吧 因为它其实我改上了那个 其中一个颜色 然后它掉粉全部掉在我的眼睛下面 所以可能你们在用这个眼影盘的时候 要比较注意是它容易掉粉 就这样子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眼妆 所以今天的开箱就结束了哦 可能会有一点长吧 所以我要感谢你们能够看了这样长影片 然后还留到现在 谢谢你们 然后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